会看不起你的 我想也是吧 可能到时候公司的同事 或者是周围认识的人 都会提到这件事情 谢谢 谢谢大家 欢迎新进来的哥姐姐们 欢迎新进来的哥姐姐们 对喜欢家威的话 可以给家威点点小赞赞 好不好点点小赞赞 干出一点事业 确实人不能 好马都不吃回头草 对不对 慢慢来吧 可能 可能熬过去比较困难吧 熬过去比较困难 但是我相信 等到花开浪漫时 我也可以走出来了 对吧哥姐姐们 谢谢送的小猩猩 家人们真的不用送礼物了 好不好 你们给家威点亮粉丝灯牌 就可以了 礼物就不用送了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相信 其实不管是我跟他 第一次见面 和后面的相识 打交道 在后面的走得更近一步 以至于到现在 各自走各自的路 都是有缘分的 都是缘分 理解嘛 理解万岁 离开才是正确的 哥姐姐们 你们觉得 真的离开才是正确的吗 有些时候 我都在想 那之前那些假象算是什么 真的是正确的 正确的 你们打一波正确 好不好 对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那个离开才是正确的 因为好像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会影响到周围很多的一些事情 就不是变得那么顺利 缘分一尽 其他都没有意义 是不是 好的 我觉得坚持还是顺利 谢谢 欢迎新进 嘉维直播间的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欢迎欢迎你们 对 有些时候我讲着讲着就 就没有给 没有 照顾到咱们直播间前 直播间前新进 嘉维直播间里面的哥哥姐姐们 我讲着讲着我就 讲到我自己身上去了 就没有照顾到咱们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每一位给嘉维送了粉丝灯牌的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真的很感谢 我也非常感谢 今天能够此时此刻 我们能够相聚在这里 你们能够在这里给我讲 你们所经历的一些东西 或者是给我传授一些经验 或者说去开导嘉维 我觉得 真的很感动 我真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一个人 一个人的力量很小 但是你一演我一句 这样拼凑出来的鼓励 真的很伟大 很感谢镜头前的每一位家人 谢谢你们 谢谢 给你关了一扇门 就会再给你打开另外一扇门 是不是 嗯 对 像咱们刚刚那位姐姐或者阿姨说的 对哈 呃 什么东西啊 呃 有句话说的叫物极必反 对不对 物极必反 呃 一件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 它总是会有转机的 不管是好的也好 坏的也好 所以心态好才是最重要的嘛 哥姐姐们心态好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 如果如果我一直沉溺于此 那那 我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 对吧 车到山前必有路 对呀 船 船都到靠岸的时候 都会自然直难 事情到了一定程度 总会有一个结果嘛 谢谢 谢谢咱们直播间前的家人们 谢谢你们 但是 他现在的话已经去杭州了 哥姐姐们 已经去杭州了 然后 有很多家人们一直在跟我说 让我在直播间里面给他打个电话 你们也想跟他说话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没有必要了吧 哥姐姐们 你们觉得有没有 有没有必要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了 如果再打的话 就感觉是我 是我怎么样 是我一直对他放不下一样的 没必要对不对 你们都觉得没必要 是的 我不知道咱们直播间里面有没有 哥哥或者是姐姐 像家威一样大的时候 错过过 这种 也不是说错过吧 就是遇到过这种情况 有没有 有没有啊 哥哥姐姐们 我都不知道当时你们是怎么熬过来了 因为对于现在我这个心智来说 让我慢慢去熬过这段时间可能会比较困难吧 比较困难 可能 熬过这段时间之后我就会脱胎换骨 真的 熬过这段时间就会脱胎换骨 有有有多的是 是不是啊 你们都有过家威这种经历是吧 我也相信 因为人之常情嘛 对不对 人之常情 大家都会对这个东西有所期待 有期待嘛 就会有失望 所以 我心疼咱们直播间前 每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当时那段时间的感受 心疼 因为我 我现在我自己感受到了 哥姐们 我现在我自己感受到了 都有的 是不是 都会遇到坎坷的 开头要了半条 是的 我很快就放下了 不要想他想自己开心的事情就好吧 很多家人们都经历过 我看到了 时间会冲淡一切 对对对 一切都交给时间吧 因为 本身我们大脑所要装的记忆就有限 而且有些 很难很难 当时很难的那种情况 其实到最后大脑都会选择性的忘记吧 对吧 哥姐姐们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你们一直陪着嘉薇哥姐叔叔阿姨嘛 对 家人们不用送小星星也不用送礼物 你们有条件的情况下帮嘉薇点亮一下粉丝灯牌好不好 帮嘉薇点亮一下粉丝灯牌然后过几天的话 呃等我去元姐那里了或者是我现在想的是我换一个换一个环境去体验一下那种到时候我继续给大家直播好不好继续给大家直播 我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嘉薇直播其实我内心都是比较忐忑的 有些时候因为怎么说呢我不是 我是一个比较心直口快的人 有些时候我心里的话我装不住我就 就是就是要说出来 我就是喜欢说出来 嗯 谢谢谢谢送的粉丝灯牌好吧 谢谢送的粉丝灯牌 对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我不会像别人那样去阿语去奉承 或者是故意去讨好巴结这些东西 其实在我从小到大的教育里面或者是词典里面都不存在的哥姐叔叔阿姨 但是 别人如果对我一分好我可以翻倍翻倍的还回去哥姐姐们 我可以翻倍翻倍的还回去 但是你如果要我去昧着自己的心 为着我自己的初衷去做一些事情的话 那对我来说还不如不说不做 真的哥姐姐们心直口快好心直口快 嗯可能通俗来讲的话 稍微好听一点讲的话可能我是心直口快 性格比较大大烈烈 但是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我就是情商比较低吧 真的哥姐姐们情商比较低 但是 我觉得我能对自己保证的一点就是 至少我不会去做那种对别人不好的事情 哥姐姐们我不会去做对别人不好的事情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对还没有关注家威的哥姐叔叔阿姨们可以给家威点一波关注 好不好可以给家威点一波关注 因为互联网这个东西的话 呃刷到了就是缘分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擦肩而过 所以哥姐姐们你们喜欢家威的话 呃希望你们给家威留一个关注 以后 也希望你们参与到我的生活来 好不好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也希望你们参与到家威的生活里面来 谢谢谢谢 对还没有关注家威的哥姐姐们可以给家威点一波关注 好不好 以及送粉丝登牌的家人们 非常感谢 每个人 我都感谢不过来了 但是真心实意的 今天晚上 就像此刻 刚刚夕阳都还在 现在太阳已经落山了 对吧 但是你们都还能 花这些时间 花这些精力 以及你们还会 有心的去给家威互动 这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难得的 哥姐叔叔阿姨们 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难得的 好不好 谢谢谢谢 人气很高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嗯 也不是说我的人气高 是直播间前的每位家人们成就了我 好不好 谢谢你们 谢谢 对 呃不用送礼物 给家威点亮一个粉丝登牌就可以了 哥姐叔叔阿姨们 对 你们能够花这点时间 去陪伴我 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哥姐姐们 年轻就是好 是不是 呃谁没年轻过 咱们直播间前的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肯定都年轻过 对不对 只是当时年轻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的 嗯 方式方法 去教导我们 怎么去做人做事 那今时 今时不同往日了 哥哥姐姐们 我能够 在大山深处 接受到你们的这种 经验分享 生活分享 其实真的像做梦一样 真的像做梦一样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哥姐叔叔阿姨们 嗯 有有才华 没有没有 哥姐姐们没有 小李可能会回来 什么意思啊 可能会回来 不会了吧 哥姐姐们 李哥他不是那种 他真的是会说到 就做到的 家人们 很喜欢看 家威 谢谢 谢谢家人们 谢谢 会回来的 那哥姐姐们 嗯 这是一个题外话 哥姐姐们 我想 我都不好意思问 一个题外话哈 你们希望李哥回来吗 西不希望 希望的话你们扣一波一 不希望你们扣二 好不好 这是一个题外话 我不是认真的 我只是就是随口问一下 哥姐们 我随口问一下 希望的话你们扣一 不希望的话你们扣二 好不好 希望他回来你们扣一 不希望你们就扣二 咱们都各执一词哈 有有希望他回来的 有希望他不回来的 哥姐姐们 是这样吗 真的是这样 嗯 扣二的 扣一的 哎 其实都差不多 我感觉 今天在家威的直播间的 哥姐叔叔爱们 其实 你们也不希望看到这个局面 对不对 你们也不不希望看到 我跟他之间有这种 但是 很抱歉 哥姐姐们 真的很抱歉 可能以后就不会再联系了 以后就不会再联系了 欢迎欢迎新进来 嘉威直播间的哥姐叔叔爱们 欢迎你们新进到家威的直播间 还没给嘉威点关注的哥姐姐们 可以给嘉威点播关注 好不好 礼物咱们就不送了 如果你们是真心支持嘉威的哥姐姐们 好 真心支持嘉威的哥姐姐 以及还有叔叔阿姨们 你们给嘉威点亮一个粉丝灯牌就可以了 好吗 给嘉威点亮一个粉丝灯牌就可以了 就不用送那种礼物 因为你们送礼物的话 其实我也不会去操作 好不好 我最主要的是想开直播 跟大家聊天 或者是听大家阐述一下自己的经历 或者是听嘉威复述一下我这几天的经历 好不好 哥姐叔叔爱们 为什么以后就不联系了 嘉威们你们觉得以后还 还得要再联系吗 还需要再联系吗 如果 有句话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 旁观者亲 当局者迷 所以很多时候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 怎么说了 不联系对不对 我看到很多嘉威们都说不要再联系了 正做起来 刚进来 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不是 好吃 我都好 不认识